各位觀眾大家好 歡迎再次收看股壇事件 我是司機金記李浩德 在我旁邊是施老闆 十月經施先生 施老闆你好 今天我們有些新意 我們有個新的嘉賓來和我們一起聊天 就是我旁邊的Samson Samson是一個黃金的專家 施先生 為何你今集會找Samson來和我們談談黃金呢 因為我在這個場合或其他地方 去年已經叫人可以拘捕黃金 但我憑感覺多些 當然找些有數據 長期研究 他的正職都是做黃金研究 Samson現在在Infinity的高級貴金屬分析員 所以找他來講黃金 就找對方 我可以做證 其實去年我每一年都會找師生吃飯去取經 我可以做證 雖然近期坊間很多海外的投資銀行 都紛紛調高黃金的目標價 很多大部分都已經上調到三千 但可以做證 去年我和師生吃飯的時候 他已經看三千 所以其實師生對黃金的看法 似乎是領先很多海外的投資銀行 不單止他的看法 他的倉位都是沙重黃金 我剛剛最新問問師生 黃金現在他們的比例 好像差不多有成三成 我原本提升到兩成半 但他拼命升也沒辦法 不如我們今次找黃金專家問 師生是黃金大好友 你是不是同一陣線都看得很好 我其實也是 當然有時短線 我都會看到一些特別技術上的風險 或者是短期來說 有一些過熱的情況 有時都會寫報告叫人小心 譬如之前 大概二月中的時候 當全球股市復市的時候 特別是A股 除了第一天下跌之後 其實大部分的股市都是上升的 我當時在公司寫報告叫人小心 覺得股票過夜 因為當時覺得市場 普遍低估了疫情的風險 叫人買黃金 之後就開始當環球股市開始下跌 當時金價就急升了 但我留意到一些 急升之後留意的數據 特別是說一些金礦股 我們上市的金礦股 一些價格的異樣反應之後 剛好我在二月尾的時候 剛好出了一篇文章 叫大家小心 因為我會擔心市場出現流動性的緊張 導致連黃金都有機會下跌 三月份就引證了這件事 當日有 那一役其實你補不回就就算了 不容易補得回 聽聞我們觀眾朋友說 詩山三個月尾就好像做黃金的很勁的舉動 這些都有少少運氣 可否說一下GDX 好像你看好 不是 其實我之前都曾經出了一些 簡遲的東西升得多 一直等有機會繞回 等下去等去都沒有機會繞回 我曾經想追 不過那晚跌下來就大好機會 其實就不一定在低位賣到 如果我之前沒有選時 我也不會 未必有足夠的子彈 你覺得低位也彈得很快 也賺了不少 金價也彈了十多個肥皂 金價也彈了十多個肥皂 GDX的金礦股也升了三四十個肥皂 我和大家聽說未必會很清楚GDX是甚麼 我簡單地解釋 GDX是美國上市的ETF 它主力是投資一籃子 在北美市場上市的金礦股 所以剛才師生所說 他在低位很成功賣了一隻GDX的ETF 即是一籃子北美上市的金礦股 正如剛才所說 金價曾經在三月份的時候 是出現一個比較急速的下跌 它升到差不多接近1700的時候 急劇下跌到差不多1450 1450 嚇死很多人 我們有些股壇思敬的朋友 真的發過電郵問我 因為金礦股傳統上來說 它是比實金一個更大槓桿的投資 如果金價升1%的話 金礦股整個板塊可能會升2-3% 但同樣道理 如果金價跌1% 金礦股整個板塊可能會跌2-3% 所以正如所說 如果師生很靈活地運用了 一個平均成本化的投資技巧 就是長線是看好金的 但可能短線覺得有點不對勞 可能減前套現 但當真的出現了一個調整的話 他就敢繼續增持買去溝淡 透過利用這個平均成本化 來減低整體投資風險 可否問倒獄的問題 究竟現在到1700元 還有沒有水位 長遠一定有水位 我通常做一件事 先看雲觀 先看長 現在美國無限QE 將來市場上的資金一定有很多 要留入實體經濟是不容易的 因為實體經濟 因為你現在經過了疫後 又說去全球化 變成以前全球化可以利用別國的廉價 勞工廉價土地 或者近產地發源的地方 很多優勢你都不用 你拿來本土生產 一定比美國生產更貴 你拿去印尼 越南 墨西哥 那些可能都便宜 但沒有中國的規模效應 亦沒有中國那麼齊全的產業鏈 物流 很多東西實際上成本大增 所以我認為經濟恢復到以前的水平的機會不多 如果經濟不能像以前那樣發展 你不會吸引到很多錢 例如我們能夠開多些分行 請多些員工 那你就要錢 現在很多公司叫他開分行 加生產線他不加 他最多看看行家有沒有哪些便宜 便吃起來 變成市場沒有大 只不過就集中增加 所以我認為這些錢 流日市場的機會不多 即是流日實體經濟的機會不多 流日資產的機會會增加 金也是一個重要的資產 不過這段日子以來 只是一路被美國打壓 因為美元為了在世界上的地位 得以鞏固 他一定要貶低黃金的貨幣性 希望那些人就用美金 就不要用黃金 所以黃金放入銀行沒有息 有何道理 將鈔票本來是全根證明書開始 整張證明書在銀行 就有息拿 整塊實根下去還要收你倉租 實根沒有抵押作用嗎 可以做我按揭嗎 收完倉租銀行又會轉過手 就可能拿了你的金 借給人自己再收息 所以其實黃金是受到打壓的 我認為在現在的情況下 如果美國不是拼命先洗未來前 他的貨幣系統穩定一些 黃金的貨幣價值 有一段時間真的完全沒有 現在我相信會陸續出來 所以我長遠 最初我開始時是10% 我說是保險 貨幣系統終於出事 我也有些欠 但是現在我認為 升勢已經在上次的低位 在開始過1300、1400點的時候 我覺得有機會開始有突破 所以就爭持 長遠看好 有一個比較高點的目標 短期的波動 你就受得住驚嚇 如果你的目標都是 由1700至1800 跌到1400你不走 你嚇到標 我跟Samson說 因為詩先生跟觀眾都說過 詩先生說今次的浪頂 之前應該是兩倍 三倍 五千元 他講過 但這些是歷史上出現的東西 以後是否出現 是否立即出現 是一回事 但跟一般股票不同 要麼不升不升 一個浪泥 就不是說升低位的幾倍 而是上次浪頂的幾倍 歷史上都是這樣的 但下次是否這樣 就不知道 我問問Samson 你也看這麼多黃金 詩先生五千元的目標價 你覺得是太過進水 就是太過保守 暫時都未肯定 因為要看幾方面的東西 但我都是贊成詩先生 譬如長線都是非常看好的 甚至乎我認為正常的市況之下 我認為有很大機會見到二千元 原因有幾點 第一點就是 近期金價比較長時間 已經在大概1680至1720水平 紮幅上落 我認為主要的原因就是 第一 因為近期美國聯儲局 資產負債表的增長率開始減慢 原因很簡單 市場現時不恐慌 代表央行不需要再印太多錢 來回購資產 變成市場信心回升 但我認為金價仍然維持強勢 因為市場 大家都知道正如先生所說 央行要印銀子 要去救市救經濟 所以通脹壓力 長遠來說會比較大 特別是如果通脹壓力上升 但經濟前景或經濟增長不太好 資產即資金流去哪裏 可能一些普通股票的盈利 未必會有很好的表現 他們的價值投資也未必會顯現到 如果特別是銅黃金比 但長遠來說 市場其實有很多分析 如果美國的聯儲局 以現在的資產負債表的增長 每週的增長繼續維持 雖然已經放慢 但其實很大機會 美國聯儲局的資產負債表 今年以來有機會已經回復了 即是乘二了 現在四萬億到六萬億 高峰期人家估計有十二萬億 我認為十二萬億未必到 但現在其實它已經是直升機派銀子 不是直升機派 每個人都能取得到 現在它是逢人都有 如果我說經濟沒辦法好那麼多 企業要救 個人要救 企業現在都要派銀子 航空公司也要維持生存 波音 如果你有得不足 骨牌效應是整個堵壁 是倒閉之外的拖累銀行系統 所以它一定要救 否則美國人沒有儲備 星期五出糧便吃光 星期四都吃光 它不救它 不救它是很大件事 用甚麼方法救 政府出手救 政府要舉債 原本已經赤字 舉債誰買 聯儲局買 現在搞定了未來的六個月 六個月後 又有禮 六個月後 他們開始找到工作 未必 因為現在美國疫情 仍然有些城市 開始下降 有些城市又開始上升 美國自己沒有封城 城與城之間 還有流通 病毒仍然在蔓延中 所以我自己覺得 由政府出手 去救企業 救個人 不可能在短期內停頓 而錢又沒有積累 香港還說拿盈餘去救 他下班要全世界加錢 美燃是全球貨幣 印美金大家繼續買 印美金大家的荷包給你錢 購買也會下降 至少購買資產能力下降 如果不買中國貨 連通脹也有機會 沒有那麼容易控制 所以我自己對這個貨幣 在這樣的情況下 是否可以長期 都靠搞歐債危機又過骨 現在他可能想搞人民幣危機 但是一個世紀 如果印銀紙可以解決問題 短期當然可以 需求不足 借錢買 維持市場需求 這條條條用了幾十年 真的可以長期都用這條條條 或者如果有用 就已經一早付利率了 就不用等那麼久 所以我自己保護自己起見 我都要持有些不掛勾的資產 我留意到一個現象 近期就是很多西方資金 特別是北美的資金 去今年的第一季 去買很多黃金的ETF 因為大家都知道 之前是美股過去 由08-09年開始 10年的大澳市 其實北美的市場 由大約10年至17年 都是越來越少人去買黃金ETF 大部份的主力 過去來說都是歐洲各方面 因為他們歐洲人擔心脫勾 債務危機等等 但是近期來說 由去年下半年開始 我看到數據顯示 北美投資者 開始去買很多黃金ETF 特別是今年第一季 今年第一季 全球的黃金ETF 增加大概接近300噸 300噸黃金是甚麼概念 一年中國全國對黃金珠寶的行業 對實金的需求 大概是600多噸 所以差不多一季全球的ETF 買入的黃金 已經等於半年中國的黃金珠寶需求 所以很大量 而看回歷史 當然過去發生的歷史 不等於將來的表現 看回歷史 對上一次又是這麼瘋狂的 人們去買ETF 當時是2009年第一季 之後發生甚麼事 2009年第一季 當西方市場大量買黃金ETF之後 到2011年金價見頂時 這段時間金價足足升了一倍 所以如果看回歷史 有可能經過今年第一季 瘋狂市場買黃金ETF之後 未來兩年內 有機會金價 都是有一個很高的上升空間 如果觀眾朋友 沒有像阿施先生那樣 3月低位買入黃金會 未來機會是甚麼時候入市 我現在看著金價在178美元1盎司的水平 是否真的可以鞏固下來 如果鞏固下來又有突破 你都可能要追 未必再下來這些水位下跌 這是我覺得如果你真的未買 你想入市 當然你說現在突然間有甚麼風暴 我會想入市場地下跌 跌至1500-1500點的水平 當然是買 問題是教人這樣買 是買不到的 所以我自己寧願見他不下跌 都可能要追 當然我聽你說 我估計接下來會有一個大調整 其實老實說 主要是因為每個人的背景不同 有多少財力不同 有沒有黃金都不同 但如果 本身現在的資產完全沒有黃金 我都贊成師先生說 現在少少都先進場 然後再希望用平均成本法 將來如果真的出現一個大回調 才去增持 剛才開鏡前 其實都說了 短期來說仍然看好金價 仍然看好資產價格 因為現在這一刻市場相對來說比較樂觀 對股市、資產、黃金 因為市場預期 西方國家在今個月會重啓經濟 所以短期來說 我仍然認為會比較樂觀的投資市場情緒 但問題是我擔心 假如到六月下半旬 或者七月八月 如果當西方經濟重開 可能發現重開不行 疫情又擴散 又要再封閉 或者重開之後 可能經濟數據依然疲弱 沒有一個很明顯的反彈 我擔心到那時候 全球的資產價格會出現一個 比較明顯的下調幅度 而黃金就再次 今年三月的情況之下 一起被拖累 成為一個提款機 跌一跌又彈回 但是一個重點的問題就是 假設我預期比較接近現實的話 到可能六月下半場 七月的時候 金價真的被大幅拖累 但當時的金價是多少錢才跌 那時會不會升上二千三 再跌到一千九 一千八 你預計到何時會下跌 或者下跌幅度會很大 但問題是由哪一度價位開始下跌 這是很難猜的 剛才阿施先生也有一個很好的觀察 近期你觀察到央行買金的速度有些變化 這個報紙也有些燈 我不是專職去做研究 按照央行不似會減時黃金 有一段時間減時後 其實它買回來 一路前兩年都在買金 為何會有這樣的現象 其實沒有減時的央行 只不過大部份的央行停止買入 有幾個原因 我認為其中一個原因 就是最主要要買的國家或央行 其實他們已經賣了 過去幾年已經賣了很多 再加上近期因為全球疫情影響 令到全球物流 特別是空運方面出現了一個問題 變成英國有很多食金 但是美國方面沒有很多現貨 所以曾經導致現貨金價 和美國期貨金價的差價非常大 因為很多歐洲人 在英國那裡 因為LBMA的報價方面有些問題 所以全部走過去美國去買期金 為何買期金 因為到期間到期的時候 他們要求現貨 身體貨的貨品 但是… 就像石油一樣要交收 是的 石油是不想交收 現在他就要交收 但黃金就想交收 因為他知道如果因為美國那方面是缺實金的話 交收不到的話 那要求交收那方面可以要更加多的錢 所以就導致期貨價和現貨價的差額非常大 回到剛才的問題就是 如果譬如俄羅斯 央行因為看到這個原因 所以他停止了暫時去買更加多的黃金儲備 如果他不停止的話 其實會令到全球某些部分某些地區缺黃金的地方 是更加嚴重的 所以令到金價更加火上加油 他不想買 是的 又不想那麼快又高它 所以他想金價比較平穩一點 然後當疫情過後 物流比較恢復正常的情況之下 才要再正常地去買 就是從股市來講 就是大戶收集的行為 就是不要托高價 是的 最後用小小時間請假一下 我們朋友看到一些報道說 究竟美國金庫裏面的金是否不存在 問一下Samson 這一個很老實說就是 我想世界上除了真的負責 在美聯署負責看金庫的相關高官之外 我想都沒有哪幾個很確實的答到 真的存在還是不存在 我個人揣測偏向 覺得其實金庫裏面的金是存在的 問題就是 央行他有沒有將金庫裏面的黃金借出去 因為以我所了解 其實全球很多的央行或者國家 特別是其實包括印度 印度他政府其中一個 過去近年去面對的問題 就是很多印度人存了金 但是那些人就放在家裡 但是印度政府就經常想鼓吹 就是黃金流動化 意思就是很多央行都是建議 或者那些金屬銀行去很多客人去把那些黃金存放在你的戶口裡面 其實銀行應該就可以拿客人的黃金借出去收回利息 這個情況就好像你將錢傳入銀行的道理一樣去運作 所以理論上我認為美國的國父的黃金是存在的 問題是他有沒有借出去呢 他借出去之後其實是否真的收得回來呢 就是這個問題 譬如央行可能是1400美元時的金價借出去 然後金價現在升到1700美元 如果再升到高一點 譬如升到2000美元樓上的話 那些黃金是否收得回來呢 所以帳目上是有的 就不是被人偷了去的 可能就借了給人而已 這個暫時就未必一定有什麼大的問題出現 所以大家就不需要擔心黃金現來不再存在 我自己就傾向有一部分要持黃金實金 戴自己家裡 那些保險商 有些銀行有幫人存款 當然成本很貴 因為你如果買ETF或者那些 其實都是一紙的文件 如果出了什麼問題 他無法理行 你告他也浪費氣 你沒有了 所以我自己覺得 ETF的風險是大於10斤很多 但是全10斤的成本就會高很多 甚至乎今年第一季 我看一些新聞報道 指有海外的投資銀行跟他們客戶說 你要買黃金可以 但你不要要求延貨交易 我們沒有實貨給你 其實現在都不夠金 大家都在搶金 所以這件事大家都要留意 今天時間差不多了 很多謝師先生 也很多謝Samson 各位觀眾 記得下星期繼續留意我們古壇私見 然後 最後一刻 今天 我們有個宝刊推出 很久不見 我們會練習 我們會 welcoming 我們有一個 既然 我們會 認識 我們會